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很多讲述军人士兵的影视剧中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那就是军人用嘴咬着匕首 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感觉他们十分的帅气刚强 毕竟军人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但这种做法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呢 其实近些年来 大众对于军人这种用嘴咬着匕首的做法 并没有什么反感之下 反而是军报对这一做法不断进行批评 2014年解放军报刊发了一篇名为 口雕匕首告别训练场的文章 文章中很直截了当的 对军人用嘴咬匕首这一现象进行了批判 那用嘴咬匕首这种做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这样做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古时候军队在行军打战时 人员众多为了防止士兵们喧哗出声 惊动了敌人 就会让军队中的士兵们口中闲着眉 但在的现代战争中 有时候在暗杀敌方哨兵的时候 必须要在不被发掘的情况下接近对方 并清楚这些站岗巡逻的哨兵 因此匕首就成了很好的暗杀武器 把匕首咬在嘴里 也就避免了在接近敌人时 把匕首所发出的匕首出鞘的声响 有的战友朋友说 以前咬刀子是因为有时候需要双手攀爬 如果刀子挂在腰上或者插在靴筒里 不方便拔刀 咬在嘴里可以最快拿到刀子 而如果需要摸哨时 手持刀子就很难拿着其他武器 以免发生意外 所以战士们用嘴巴叼着匕首 不仅避免了发出声音惊动敌人 其次还可以防止遭人暗杀 因为一般的暗杀都是被人从身后捂住嘴进行的 嘴巴要是咬着匕首 敌人就不好捂嘴了 如今随着军事的不断发展 作战服也在不断优化 从肩部的口袋中拔匕首也一样方便了 嘴咬匕首的方法逐渐被淘汰 但鉴于其还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在很多军事宣传照中 还是可以寻见他的身影